其實後續有非常多北檢的聲明 他突破了我們一般人的認知跟想像 而且呢他的這個內容是跟實際狀況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開始 我們先邀請的是我們的黃國昌委員 來跟大家說明這個記者會一開始 北檢的問題 有請黃國昌委員 歡迎也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前來參加這場記者會 那還有透過目前網路直播 在關心這場記者會啊所有的朋友們 昨天下午 本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 那成立了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我們在昨天下午召開的記者會當中 非常嚴肅而且沉痛的 對於臺北地檢署 我們所提出的質疑是 昨天早上臺北地檢署到本黨中央黨部進行搜索 本黨在第一時間就告訴他我們會配合調查 但是不要逆越偵查的必要範圍 當時本黨的秘書長 在場的秘書長周宇修 周秘書長清楚的告訴前來搜索台北地檢署 以及連政署的同仁說中央黨部沒有柯文哲主席的辦公室 但是檢方還質疑在我們黨部同仁的工作空間當中 進行摸索式的收證意圖令人費解 到底這麼大動作來搜索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有什麼具體的事證 有什麼必要性 有什麼合理性 我們昨天公開的請教臺北地檢署 希望臺北地檢署說清楚講明白 昨天在我們記者會後 臺北地檢署發表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說 執行搜索民眾黨中央黨部部分 搜索範圍僅局限在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好 昨天台北地檢署發出正式的聲明 他們說搜索範圍僅局限在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好 昨天台北地檢署發出了這個聲明之後 本黨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正式再發出了聲明 予以嚴正的駁斥 台北地檢署公然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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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接下來 昨天在搜索的現場 也就是大家所目前身處的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 他們到底是怎麼再進行搜索的 是不是如同台北地檢署所講的 搜索範圍僅局限在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引帶會說話 我們接下來請我們黨部的負責記者會的同仁協助 來播放下面這一段帶子 本集的結束 好了 請讓母親一下 一張開放下面 警署公開睡眠 的事件 警署公開 雲 OK 聽到呢 現在看到這現場 就是民眾黨在召開記者會 甚至是弄槓北檢的部分 希望可以來聲援柯文哲 同時也捍衛柯文哲的權益 實際上在北院稍早的十點二十分左右 也召開了提審聽 我持續來聽一下整個記者會的狀況 昨天 台北地檢署以及連政署的同仁 到中央黨部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民眾黨 沒有任何干擾 也沒有任何妨礙 他們在這邊進行行為 但是我們要請教台北地檢署的事 畫面上面的空間 任何人一眼就知道 那個是整個黨部公共辦公的空間 為什麼台北地檢署要說謊 說僅限於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現在所有媒體朋友在的中央黨部的會議室 等一下大家到外面一看 就會知道 那個是整個中央黨部的辦公空間 那是整個中央黨部的辦公空間 絕對不可能是誤認 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為什麼在民眾黨中央黨部 翻箱倒櫃 進行摸索式的釣魚搜索 我們希望台北地檢署說清楚講明白 為什麼在台灣民眾黨中央黨部的公共辦公空間 翻箱倒櫃 進行摸索式的釣魚搜索 請台北地檢署說清楚講明白 第二點 台北地檢署不可能不知道 昨天這一群人 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在進行搜索 為什麼在官方發出來的新聞稿 公然說謊 我再唸一次 搜索範圍僅局限在柯文哲個人辦公室 為什麼公然說謊 沒有人會誤認 外面的公共辦公空間 是柯文哲主席的個人辦公室 是我們昨天發出了我們昨天發出了再次駁斥的澄清聲明之後 到目前為止此時此刻我們等不到台北地檢署的回應 昨天我們發出聲明以後 我們也詢問過一些媒體的朋友 請問台北地檢署 針對我們戳破他們的謊言 他們的解釋是什麼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 台北地檢署 似乎沒有要回應 但我們要請教台北地檢署的是 公然說謊以後 謊言被戳破了 是可以用沒有要回應來回避嗎 這非常嚴肅的牽涉到了 台北地檢署的辦案 是不是真的有遵從政黨法律程序 為什麼搜索 在搜索票以外的範圍 為什麼公然說謊 我再請昨天在現場 本黨的秘書長周宇修中秘書長 再跟大家補充說明 好 謝謝各位 可以看到民眾黨剛剛也公布了 一段昨天搜索的監視器畫面 最主要民眾黨主張是指以檢調人員 有明顯違反搜索這樣的情況發生 民眾黨持續來聲援柯文哲 但剛剛也稍早提到了 在10點20分北院也召開了提審庭 在持續進行當中 最快預計在週五的十二點前就會有結果 而我們也會隨時為你掌握